过后ommar Spanish 全体拂腾 证捉 今天我学习的内容是 拖延体 拖延体 SPIRRA 是一套广泛存在于自然界 0 形體細長 單細胞螺旋狀融通活活的圓核細胞小微生活 大腸藉著細胸與圓蟲之間 以暗幅列形式繁殖 對抗伏自如敏感 螺原體分為3個層 第一個勾端螺原體是 它有多個細膩規則的脫根 以勾體的螺原體為代表 第二個蜜螺原體是 它有8到10歲的暗幅 其代表的是 眉毒螺原體 第三個包入螺原體是 5到10個細數的窩本組成 它代表了 螺原體是微微小的學習 我們主要注意的是前兩種螺原體 螺原體的昌學性 它們都是有這個羅文 如果高端螺原體是 它是螺旻在螺旋上的密陆絕的 一端或者兩端的承勾狀 如果是蒼白軟體型 就是密陆軟體型的 它的螺旋細致 細長 兩端間細 它們的展色呢 可以用度力展色 螺旋體不同過國 它有它的螺旋習慣 內邊毛 培養一塊 鋼端螺旋體可以用 科室的承勾狀來培養 而蒼白軟體型 提外承勾狀還不能進行 只能用鎬完接種 在鎬白軟體 或者在鎬完接種進行鎬 提抗力 鋼端螺旋體 在水和土壤中能夠從國 而速越 而鎬白軟體 它在抵抗力隔著 鎬白軟體 對它們熱乾燥及其敏感 這是 度力展色 感受的鋼端螺旋體 和鎬骨螺旋體 螺旋體的致力 鋼端螺旋體 鋼端螺旋體 引起的十頭體病 這是一種人出公幻病 也叫自然醫院性的疾病 人出公幻病 或者叫自然醫院性的疾病 它往往是在動中傳播 可以傳給人 人和動物都可以感染人 這種機靈我們稱之為自然樂器的機靈 構造的軒體 只要在齒類的核 加豬 攜帶著這種軒軒體 是重要的傳染源 往往代表 是代精神 它們排出的縫變 尿液 裡面只代表是勾斷的軒體 污染的水源和土壤 人們接觸在這裡 被污染的水源和土壤 我們稱之為液水和液口 通過皮膚和粘膜 精神體被感染 能感到的孤端胎體 可以流添出 臨床上可以出現 流感穿起性的症狀 也可以出現黃膽出血型的 嚴重的可以出現 但是肺出血型的 肺部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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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固为暗体 主要一起的是美固 美固杆 规备性地 也称之了STD STD 即Sectual Transmitted Disease 解称STD 中文称之为性传播性基点 通过性接触重播的这些基点 我们统一规备STD 在前两个最后的气球里面 性定 领求中感染性定 属于STD 美固只感染的人 人是唯一的参与者 在人与人之间通过性接触重播 脂肪的传播 有些母亲的传播被感染 动物不会感染 美固 因此预防美固的话 只要把所有的病毒治好 如这样 美固在人间就可以被消灭掉了 美固被感染 如果不及时肥料可以在人体内长期存在 但不会往上支持 表现为穿性面积 目前对于美固很没有有效的疫苗 无法用疫苗进去的地方 美固对轻微素的传播 可以用轻微素来介绍 美固的盖可以装备先进性的盖和后限性的盖 先进性的盖然 通过胎团传播 母婴传播 传给太阳 出生后 即盖然被固了 先进性的盖然被固 先进性的盖然被固 可以引起太阳的有产 早产 死胎及先进性的畸形 先进性的畸形可以被牵出 趋势断牙 先进性胎团传播 前进性胎团传播 这是前进性的 盖然被固了 盖尔科的表现 可以看到鼻子出现了手伸 马拉臂 牙齿出现 继续刷牙 這都是先天性感染病毒的結晶的臨床表現 美肚瘤可以通過後天感染 即出生以後感染 通過心血的腹部 後天感染病毒可以表現為 在臨床上可以表現為 一期美肚二期五三期美肚 給予它的症狀的嚴重 承諾可以分為三期 第一期美肚五成之為硬下肝 主要為現在的性感染病毒 有一個募通性的硬結去潰癢 往後感染後 三周腹部會出現這樣的表現 現在變身的嚴重 在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可以發展給R7美肚五 主要為一下肝癌癢後 出現美肚症 全身出現的症狀 早期的美肚 穿性強 扣性強 扣性強 美肚精快地進入了三期 大約三年的時間 可以進入八個月三期 三期的表現 很好 對比皮膚 組織的破壞 比較嚴重 出現塑膠 內臟感染 形成美肚 美肚症 感染的內臟 引起嚴重的縮穿 進入三期以後 提前皮膚的潰癢 很難遇到 進入晚期 最主要為晚期美肚 晚期美肚 它的傳染經過 但是後患性大 可以引起我們 一種 肢體 不合理的傷傷 美肚症的 實驗式診斷 可以直接 進行進捷 也可以 做學進捷的診斷 學進捷的診斷 包括 非特性的 實驗 美肚症的 美肚症的 反應素實驗 和特性的實驗 特性的實驗 可以做 美肚症的體 尋名實驗 靈光 靈光 美肚症的 抗體 吸收實驗 等等 也可以做 基因學的指導 用PTI 用PTI 方法 解測 美肚原體的基因 靈光 規定 承認 流行 deben可防止 目前是 美肚原體 閃避疫苗 主要是以期待传送无尽为止的综合的措施 比如说加强卫生宣传和社会管理 防止性命的氾烂 避免经心接触传播的感染 避免一旦感染 尽早期诊断早期睡觉 防止进入三期 避免都有轻微素 且保持足量和足够我们的表情 以彻底之余 总结一下 今天我们介绍的螺旋体 主要讲过的微多螺旋体的概念和它分类 两个重要的固圆体 勾断的固圆体和微多螺旋体的致命特点 了解微多螺旋体的线细子端 触传和续子线 熟悉微多螺旋体的预防和质量 今天的第一个表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